公正党现在是国会最大政党 当政府之后 人人都希望可以为自己呢 在政府之内占个位子 抢到资源 因为呢 官职越大 就代表你越有本钱 可以在你的党里面呼风唤雨 那当然了 要在政府里面当官 通常也必须先在你党里面有个党职 这是不管在哪一个执政党都一样的 因为这就是政治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这届公正党党选 会成为史上竞争最激烈 最难看 也是最乱的一次 这两个多月下来 发生了幽灵党员 投票系统被骇客入侵 金钱正式等等 什么斗臭斗垮的烂招 全部都使出来了 唯独当时还是后任主席的安华 他却是隔岸关火 静悄悄的没有出声 好像是放手的 让拉菲兹还有阿兹米派系 自己去斗个结果出来 反正他当时已经是党主席了 后任党主席了 两人之间谁会成为他的左右手 都对安华有利 虽然安华表现得很超然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跟他的家族的势力 很明显还是压在拉菲兹阵营上 最起码的就是外人是没有看到 他们的家族跟拉菲兹派系 有做一个明显的切割 不过问题来了 党选的结果不止让拉菲兹 没有办法选上老二 在阵营里面的大咖 也几乎全军覆没 四个副主席被拉阿兹米的派系 拿掉三席 剩下的一席 收获的最高票 就是安华的女儿努辱伊莎 五个被直选出来的核心领导 拉菲兹派系 就只有努辱伊莎 当他们代表 二十名的最高理事当中 拉菲兹派系只抢到六个 妇女组主席来自阿兹米派 而公亲团团长 当然是拉菲兹的人马了 从这个结果上来看 虽然在竞选期 他们是频频出招攻击 甚至派系当中 更有领袖是语出惊人说 阿兹米是马哈迪 要阻止安华 当第八任首相的棋子 如果扫除阿兹米 就等于是帮安华扫除 接棒当首相的障碍 不过 拉菲兹阵营的这一招 却没有办法说服人心 更好像是适得其反了 因为这并没有为他们 争取多一些支持 反而是让阿兹米派系 获得几乎算是压倒性的胜利 让阿兹米进一步壮大 他在党里面的声势 有人这么形容了 今时今日的阿兹米 已经壮大得好像是安华 他养在身边的一头狮子 随时都有可能会反咬主子一口 不过幸好的是 安华现在他还hold得住场面 震得住阿兹米 只是从阿兹米派系的党选当中 取得大胜利 也间接在说明 安华在党内的威望 已经不如过往 来自阿兹米派系的制衡力量 相信是无法再让安华一人独大 甚至往后在党内的所有决策 恐怕都得先听一听 阿兹米派系的声音才行 经过这次党选之后 现在蓝眼里面的阵线很分明 阿兹米派系不只掌握政府重要资源 更掌握党内的核心扶摇至上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好了 相对的 拉斐兹派系是不是就在这场党选当中 被斗垮了呢 未必哦 因为拉斐兹虽然在党选当中败北了 但是他在党内的势力是不容忽视的 毕竟他跟阿兹米的票数相差不远嘛 再加上有意要辅佐拉斐兹派系来制衡阿兹米的安华 未来也有可能在政府里面安插一个官职 重要的官职给拉斐兹 让拉斐兹或许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东山再起 只不过原本以为党选之后 公正党呢 他们就会慢慢恢复宁静 继续他们的斗争 但是拉斐兹今天好像是很有意的 在他的总结演说当中 再一次挑起当初竞选初期 被骂到翻的安华恐怕当不成首相的阴谋论 拉斐兹似乎有意要挑起话题 但又自己漂亮收官 请诸位到此为止 不要再乱传了 阿兹米派系方面也有回应 前副主席三苏伊斯干达也拜托大家 不要再揣测马哈迪跟安华之间的事了 总之呢 安华就是确定会当首相 无论如何 蓝眼党选的结果是已经尘埃落定 不过这几个月下来 两个派系之间的斗恶互结窗疤恶言相向 恐怕是已经埋下了不可磨灭的分裂伤疤 而虽然昨天呢 阿兹米在大会的舞台上 是主动的走向拉斐兹 跟他拥抱 两人呢 他们还举起招牌的斗争胜利的手势 这经典的一刻让媒体闪光灯是闪个不停 基层的尖叫声不间断掀起当时大会的高潮 不过呢 有媒体在现场观察之后就写下这样的一段形容词 他说 拉斐兹跟阿兹米两人当时的表情极为僵硬并且尴尬 似乎表面上是上演大和解 但是实际上距离真正的和解 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啊 而现在关键就在于 安华上任之后会怎么样去平息纷争 去制衡党内的矛盾 要是处理不当的话 恐怕蓝眼未来的分裂会更加严重 这不是危言耸停 因为有可能会造成政权垮台 而这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